詞曲 李宗盛 好 我們接著 這裡面我剛才 一直在強調一個原則 這也是我們在學習佛法 這個原則如果 雖然我們反覆在題 但我們自己有沒有掌握 這就是一個重要關鍵 就是說你今天 當你的心要有所助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個理由 所以我們在學習佛法 它不能是用強制性的 那我們如果發覺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講 它有也是這樣的有 那我也就是 它有幾分真實 我就用幾分真實的心對待 那如果發覺它只是因緣生滅無常 那我是不是就應該用 因緣生滅無常去觀照對應 所以 當你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 你開始有一種 朗造 朗造的 觀照的心會出來 就是說你在面對境 你比較不會草率輕易的融進去 注意 這幾個道人的正知正念就在這裡 他不會隨便的縱容自己掉進去那裡頭 掉進那裡頭 為什麼 因為 他不會在莽撞的 不問就離 然後就隨便給這個事情的增減 給他一個 一個 就是隨習性 互以這個境界不當的意義 我們當我們在看這個東西 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認知 是這樣的一個煩惱的時候 我們的境界 我們就會互以這個境界是這樣的意義的 所以這些境界的投射 除了習性跟你現在的妄想分別是有關的 那因為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在面對境的時候 不會輕易在這個境界上 賦予他太多 我們講說 其實用維斯講究 不會變激直 我們只會越來越尊重 他的重緣依他 依他重緣 但我們不會在這個依他當中 隨便給他增跟減 懂嗎 就越來越客觀 不會斷離 為什麼不會斷離 因為他的確有這樣的變化 那不會隨便跳進去 因為沒有 所以這個觀照 這個角度越也越有的時候 你的比較不會在靜當中 在能索取當中 滋長生死 這才是修行的開始 這才是修行的開始 那一般我們很少往這邊下手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一個理由 當我們在面對一個境的時候 我們呼籲他怎麼樣的意義 你有時候 你不能光只是一個道理 比如說打坐起盤 他是因緣 他如何 這也對 但我希望你用更務實的心 好不好他有 他又怎麼樣 真的如我所想的嗎 也就是說你要給一個實在理由 而你要用正思維給一個實在理由 這時候你的放下才會真 但你如果只是給道理 而不是一種實在理由 它叫做自我壓抑而已 所以一個人如果對道理 越來越深刻 其實他內心在面對境當中 這就是大聖的動中修行 這個動中修行不是用一種 他當然也是練習 也有時候必須要勉強 但最重要其實他對法的道理 這個之間的養成最重要 所以他同時面對所有境 但也寥寥分明 我剛才講的就是 就像我面對一個現實 我經常舉一個現實 就是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 有 可不可靠 沒有 兒童鈔票有沒有 有 能不能買不行 假的 這個人可不可靠 他就這樣 隨便講講而已 沒什麼用 我們就負責跟他打招呼 其他就不用談太多 你看 你都能觀照 因為你實際上 在很多地方看到了 那這個人有幾分可信說 這個人有些東西 我們就開始能看到 那包括對人 對世間視我們是如此 其實依佛法來看也是這樣 所以唯有你把這個道理 偷到現實當中 你的心有一種 雖在洞中 但內心有一種激進 那味道會跑出來 而這個激進不是 表象的禪定激進 是內心 慢慢不再用很熱腦的心去攀圓 為什麼 沒意義 所以你洞中就會有這種心情 那何況你靜下來的心 就更容易激進了 就容易了 這個都是從於法上 比較根源的去改變你的追逐心 那如果這個觀念沒有 你只會用禪定的習慣去養成對某些東西的安住力 但其實並不是由內心裡面打開對它的執著 其實是你強迫你的心安在一個境 其實是用另外一個住取代你的住 你這中間沒有一個不住的智慧在裡頭 我們當然我們現在都會住 但問題我們雖然現在在住 但我們背後有一個無住的這個智慧透在裡頭 所以會樓梯雖然一梯一梯踩 但有一種不住樓梯的那種認知已經開始有了 所以這個味道不一樣 你如果往這邊更精進修飾 你才會知道說 我們修行乃是出家的意義都可貴了 這個時候自己的尊貴莊嚴就不需要別人來肯定了 因為這個世間少有 但很少人往這邊去看 我覺得很可惜 好 我們再看 如果你有住 一開始這個住就錯 那你一住 問題怎麼樣呢 你一旦這個住就會依這個住生很多住 第一個這個住就是一個愚痴無知 所以對一個東西的住 其實有時候也代表你對很多東西的執著 那何況在現實當中 你對一個東西的執著 也往往會衍生對其他的執著 因為你肯定這個 所以你會利用這個肯定來肯定下一個 比如說我對一個東西的肯定 那所有跟它關聯 比如說我對一個人如果他是覺得可以信受 他給我的保證我是不是也接受 我對這個人的相信 我對這種始祖相信 是不是他做的一切事情我們相對也比較會相信 是不是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是真的 由這個真的東西所創造出來的其他東西 你是不是會比較信受 會 指生 筆生 所以一旦有的話 很多煩惱由這裡就一直滋長 這就根源問題 好 那我們講何時住中間 因為我們和漢的這個到沒有 中間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住 另外一種中間就是 我們是不是會住有無 住有住無 因為住到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 這種兩可之間 乃至我的心 我不是講說我現在這個做 這個不做 乃至我坐中間 我什麼我管他做不做我就待在那裡 也沒用 也是住 我不住善不住惡 但我住無忌 還是住 凡有所得 皆錯 好 不要看這一點 這個其實光這一句話 可以當出你多少煩惱生死 你知道吧 中間裡面談了很多東西是很重要的原則 但這個原則會不會活用 會活用的少 是不是 生死住不住 涅槃住不住 是不是 好 我現在修行 我要不要住 有人說我不住 你小心 你有沒有掉路不住 你有沒有掉路住 你有沒有掉路不住 住不住都不行 那你叫我怎麼辦 你這個笨人怎麼說也沒用 我不是想說有一個人在問說 他師父很喜歡跟他參禪 就是說到一句 他有一次在經過他師父說 站住到一句 他就傻了 他就問說 師父 我師父叫我 突然喊停 叫我道一句 請問我應該怎麼回答 我說像你這種笨人怎麼回答都錯呢 我能不能回答 我說這不是回不回答的問題啊 這是懂不懂的問題 你都還要問我這個 怎麼打也沒用 不是這個 你現在還在選擇什麼答案 這個其實答跟不答都可以的 重點不是答不答 重點是你痛不痛 所以在這裡面講說 我們今天在很多地方 我們注意 你不住善不住惡 住中間 那你跟我講中間在哪裡 那你說那我都不要住幹什麼 我們應該問你住哪裡 你這也不要 那也不要 那中間行不行 那我們應該怎麼回答 你看修行修道好可憐喔 師父我自從學火以後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他就問題出在 他左邊肯定 然後不能住 然後右邊肯定 又說不能住 所以他只好在兩邊到中找中間 那這樣可不可以也不能住 所以最大問題是 他把左右邊定好了再找中間 問題我就講說 你高興住左邊也可以 高興住右邊也可以 你也住中間也可以 沒人妨礙你 但只要你腦袋清楚就好 有沒有左邊 有啦 不然你們待會兒出去開車 沒左右邊撞死 當然有左右邊 總會沒左右邊 所以開車是不是要靠右邊 是不是 到日本呢 靠左邊 我第一次去啊 我就騎腳踏車 我說日本人不是很守規矩嗎 怎麼都逆向行駛 車子一直過來 我靠右邊 我就說一直在罵人 他們怎麼那麼多人逆向行駛 其實就是我 我看他就 這個出家人怎麼會逆向行駛 騎得很高興 我在怪人家逆向行駛 我說哪有 不知道一個已經夠嗆了 怎麼那麼整排都逆向行駛 我不知道他們是靠左邊 左右邊 看地方啊 有沒有左右邊 有 能不能住左右邊 左右邊 左邊 右邊的右邊 右邊的跟右邊 那我這個右邊變左邊 你知道嗎 右邊的跟右邊 所以我不是開玩笑 就是要是有算命跟我講 你的命立在東 那你知道我往哪裡走 我就跨西一步 他說你怎麼會往西 因為我這個西是最東 東東東東 地球圓的 最東就是旁邊那一個 這個算命的碰到我這種人 他就算不準了 他說你明明往東 我說是啊 你怎麼跨西一步 因為他最東啊 我就東東東東東東東 繞一圈地球圓的 所以你 你算命的 你把地球當平的 我知道是圓的 所以我不用繞那一圈最東 我只要跨西一步最東 那亂掉了 所以算命的碰到我們這個 他就很難搞不清楚 到底應該怎麼算 你太聰明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會知道 我們之所以不住 是不用定見來看 對不對 因為我為什麼不住 因為沒得住 他只是因言相待 假名安利 他沒有實質 所以我 我不用管他住不住 我不用刻意不住 因為我是寥寥分明 我不會去取他的實質 這叫不住 何妨於世間 巧分別 有善 有惡 有左 有右 有大有小 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已有空一故 一切法得成 反而能恰當恰當的安利 一切法 是怎麼樣 是不是 我們看一個東西 會安利它 我們會不會從緣起來安利 會 所以我們會不會用固定的角度 把一個東西定死 他說你怎麼都不會 因為你們學法以後就是都這樣講那個飄來飄去的 對 有的人到學到變很狡猾飄來飄去 那你怎麼會飄來飄去 因為它就沒有一定 不是定法要我講成怎麼定法 懂吧 不是定法你怎麼逼我講成定法 那有的人是未不懂 那怕被抓到執著 所以就講了 是啊 非啊 亦是亦非啊 非非非非非 亂講一通 因為它是無知的 但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東西 你為什麼不住 住不來嗎 你講話能不能講肯定 可以啊 但為什麼有時候你都有保留 因為它無常啊 所以話不講實 有的人是學會的技巧 話不講實 但有的人為什麼話不講實 因為無常變化我怎麼講實他 對不對 所以 你環有所住 即便是中間 兩可之間 兩無之間 亦有亦無也住 非有非無也住 非有非無也住 哪是歐著 絕百非 絕完了沒 百非 掉入百非 重點說 我絕了一百還沒用啊 我覺得重點不是百啊 重點是值不值啊 你光百非有什麼 你非非非非 非完沒 你要不了 空空空 空空空空 空空空空空空 你要講下去你就空了 我不騙你 不是那個幾個至空 而是你能不能看清楚 所以 你如果住在這個中隆之境啊 就無 有的人掉到那個 色無色界 另有所取啊 取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色受想行 你注意啊 你這個 我現在講這道理 因為我 如果順道理我不用講那麼多 但我很不喜歡我課講完了 你們不會用 那這個是彼此浪費時間 你們要能懂 試著 在生活當中 試著 聽完 回去 那我住哪裡 我住哪裡 後來你就會講 天下本無事 庸人之腦子 所以不是那個講說 若無閒事什麼 上心頭便是人間好世界 是不是這樣 但我們很 我們喜歡用定啊 用很多官法 那我們很少用智慧 把自己的那一份妄想分別 給它仔細下來 是不是 你如果開始學會了知患即理 罹患即覺 是不是要給一個實在理由 而不是光只是背誦這個句子 開始有一個更實在的理由 讓自己心開意見 你才是尊上人 對吧 所以他在講說 你看 他這個幻文本 縱使默然進住時 就是說你取一個不落兩邊 那結果還是有住 你住的時候就是說 你當不管你如何用什麼隱藏 用什麼東西裝飾 只要有所取 都是顛倒 為什麼 無法無義法可取 你為什麼在這種境界當中 不管你怎麼修飾 凡事有所取 解電的 好 那這是不是一個智慧 其實光這一句也夠了 夠你修行的是不是 你就看你會用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人家談吐的當中 我們就看到 我們面對一個人在起煩惱 我們知道他一定有所助 而且是依什麼因言而助 那有時候不得已給他一個 另外一個助 以便脫離原來的苦 但我們如果要給他另外一個助 我們就知道這叫不了意 那沒辦法因為他要助 所以我們就從很粗重的助 慢慢變為息 這叫做教學次第 那你有沒有往這邊思考 我們大概就是人家的問題 大概就用標準答案 你這個上輩子欠他的 這是冤親債主 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這個人也果然有冤親債主 除了為冤親債主之外 還有這一個 跟他講一切都冤親債主的那一個 也是你另外一個冤親債主 對啊 現在很多都這樣 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亂講一通 是吧 好 所以這個裡面有一點 這個是一個關鍵 助 助什麼 所以我們應該無助 以對一切法當中觀察裡面 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是因這個因緣而由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所以這樣的因緣生命的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實在是無我向無人向無眾生向無受者向 是不是這樣 住哪裡 住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不是嗎 是佛法 非佛法 是明佛法 是眾生 非眾生 是明眾生 面對眾生又何妨 你那個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見三又是三 那何妨三還是三 只是以前是謎 現在是絕 是吧 好 我們接著看 第五十三 如於見影像 比望生思想 世間伏亦然 會為吃所亡 見影像 注意 這是佛法裡面一直都用同樣的東西 有沒有影像 沒影像就斷滅 是不是 有沒有如幻的 如幻依他 有啊 影像 如泡如墨 如影如墊 對不對 這些 有沒有 有 實不實在 不實在 但是就不實在東西說不可得 而不是從空無東西當作說不可得 注意 這是一個態度 你要說他沒有 我們前面一直在反覆 這是一個重要法則 你要說他有 從緣起 你要說他沒有 也是從緣起的 所以以後你們再說法 你必須要能巧立英國 那你同時必須要站在空的智慧上 巧立英國 所以你的說法 像我們有的說法 為什麼都硬硬的 沒這份智慧啊 綁死了 不懂得佛法的隆通 應援而生的這個道理 所以 硬硬的 那因為硬硬的學的法 用不到世間 因為你的學法是抽離現實的 但你的法是從現實緣起的話 一定是在現實裡面學著觀察的 所以一個修道人如果走對了 他會有一種很現實感 一種現實感 或者的話變成 明南話叫白面書生 白面書生 叫白面書生 修道最要臉色長白 天天青菜豆腐糖 不死人間煙火 面黃積受 缺少菩薩的雍龍華貴 對啊 學到這樣 為什麼他一直遮啊 又想吃但又不能吃 到最後只要不斷擋 他缺少那種以智慧開展的 靈活的無盡的智慧功德 所以人沒辦法那種喜樂 那種應對眾生的巧方便 也沒有 自在也不容有 因為他是對立的 就變成學到最後 有一點蒼白 非常蒼白 有一點看這種修情 有一點不忍心 其實人家看到修行是一種仰慕 可是看到你那種蒼白 就變成很多外面的人就說 師父你們修行的修得好苦喔 他沒有羡慕 他只是覺得你們青菜豆腐糖 是不是吃太多了 很蒼白 不容易羡慕 那不容易羡慕 那看到 你們吃的青菜豆腐糖 竟然也華喜充滿 面色紅光滿面 神通自在 不是 很多居士說 我們要去供養食物 不然他們修苦行 他們好苦喔 誰敢皈依啊 本來我們是他們的恩田敬田 弄到最後變悲田 好可憐 我說那怎麼會嚴重 因為我根本很奇怪的 不是嗎 對不對 那不是 他就敬田恩田 弄到悲田 都來可憐 像我也經常 師父你身體要照顧喔 我每天聽到這我知道 他們其實 我們曾經業障現前 所以每個人就怕你身體有問題 其實我想到這一點 我也覺得他們是好意 可是我還慚愧 他們以後他們有病 一定不要找大胺法師 因為比我們還慘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說 哎呀 師父你要保重喔 我一聽到這個 慚愧 慚愧 其實應該 當然我不會啦 應該講說 如果有病找師父加持就好 但他們都不會找我加持 因為你看你病成那個樣子 就知道加持沒用 不過這一點也省了不少事就是了 好可憐啊 所以每次 我說照理講 我是因為為大家祈福 怎麼大家見到我就 師父你要保重身體 你看我背他們的悲田你看 我本來是他們的敬田恩田變成悲田 慚愧 慚愧 下次 我哪天喔 我哪天喔 憲個神通喔 哪天 我沒有說定時間喔 因為我怕做不到 好 注意看喔 見影像有沒有 然後你比望生思想 把影像當真 那世間服依然 綁在哪裡 看錯 是不是 所以在佛法裡面 我們一直在強調 波折智慧 波折智慧 其實就是看到真相的意思 那 吃為 我會為王 吃所王 蓋住了 那我們看那個藏衣 如同植石油 其影像 其影像 其灘 就是那個影子 其灘 世間 世間 愚滅固 細 就綁著它那個字 叫做細 細福的 細福盡隆中 就是你看 所以我們看 你看它經典 不是我們一直講說 若人意了之 三世一切佛 我因觀法戒信 一切惟心照 是不是就這樣 你離不開一切惟心照的這個大龍 你這個根源不看清楚 就是道理不是維持的嗎 你要看不到這個道理 你怎麼跳都跳不出來 你都跳不出來 是不是 你看章二 如以真實想 見雲燃 見雲燃生灘 如是世間之 丈夫難之境 就綁在那裡了 那我不是跟大家提嗎 如果這個根源沒問題 你就會看到 我之前不是也跟大家提 有時候我開車在隧道裡面 那時候晚上 每個人就開燈 然後就衝啊衝啊 我覺得就是眾生個個有巴士 他活在他的世間 他在追逐他的夢 他有他的憂 有他的息 他可能下班趕快回家 他可能要幹什麼 每個人就 每個人開他個人的一部車 衝啊衝啊 然後就看到衝啊 看到交流道就好幾步下去了 完了 然後到經過那個交流道 又有很多人生了 就這樣 那我呢 我雖然寥寥分明 但我也衝啊 因為我又不能停下來 我也必須要衝啊衝啊 各有各的夢 各個有各的巴士 各有各的業力 衝啊衝這樣 就這樣 你看 綁在這個勁籠中 你很難跳開這個 因為你執著 而這個勁還都是你自己給什麼 演變出來的 多可憐對不對 然後完了以後 死了的時候還不甘願 繼續做下一個夢 對不對 你看喔 光這個籠子一拆 馬上下一個籠子就出來 而且還怕沒有啊 中間中陰生還趕快做一個過度的 這個籠子 下一個籠子還沒出來的時候 先做個過度的 他都怕中間每一個住 對不對 這個死了以後籠子壞了 然後下一個籠子要出來之前 怕中間每一個銜接 馬上做一個中陰生出來 你看你要 逼著自己 你自己塑造讓你自己 輪迴連個尖段都沒有 你知道 你那個業力連尖段都沒有 因為 因為 包里亞生死中間有間斷 他不會 他連中陰生都給你保護得好好的 中間 你放心 全部 中間不停 不斷 不斷不長 嗯 過去 人要是 這樣繼續於是 生死永無邊際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滾在滾 看不到那種虛假勞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很少有這種態度 跳開來看自己 就好像說 我剛才講的 我自己很少跳 我如果自己很少跳出來去看 我也不過是在隧道當中 在高速公路當中 很多部車的一部而已 你可能該的是高級車 那反正也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誰一直停 就是一直衝啊 我們看 范文 正如愚人愚導印 做真實享生彈子 如是世人有吃過 困於對勁之籠子 就是腳料 至終啊 就困在那裡 是不是 所以 如果你假設你是火 那你看到每一個人 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有那個 虛擬世界嘛 虛擬 虛擬網路虛擬對不對 你會看到一個人躺在這裡 個人 你要哪一個節目 就到 網路那邊 帶上來 然後就躺在那裡 人也沒動 開始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面 晃啊晃 那管理者就看到 這個也躺著 那個也躺著 但我都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因為那節目是我們訂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 整一排人都是躺在那裡 都在做個個的夢 那我有那個 網路公司的人在看 這個 他在看這個節目 我相信 這一個幾分鐘 大概現在看哪個景象吧 那個很緊張 那個很笑 其實都躺著 然後管理者就知道 管他什麼 他也不在乎你喜怒哀樂 他只在乎節目完了 他會醒來 錢也收了這樣 如果你想要繼續麻痹的話 再多多幾年前 你就在那裡做你的夢 完全是吧 大做夢中佛事 就這樣 當然不是叫佛事 這就是 在這個夢境當中 夢中明明有六趣 就在那裡滾 多無意義 那裡面在這裡有分彼此 其實從另外一個 更超然的眼光 看這個世間 只是不同的夢境而已 這裡講的 附在這個靜的籠子當中 就是因為他對這個 只有影像的 指他為真 生死想 你看前後是不是都一樣 影像有因緣生滅 但他就把他當死 所以這個關鍵是在這裡 前前後一路都在談這個 所以龍殊菩薩一直在引導的是 你如何在這種境當中 不要生死想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這個就是 那我不生死想 要給一個角度 才不會掉入這種迷思 那所以學這一套 這個要理 好 那這個在 你看這個五十四 有談 信譽如影像 非至遠近界 大至本不生 為戏近界祥 大至本不生 為戏近界祥 就是說 信譽如影像 非至遠近界 如果這樣講說 影像是不是不可得 但這影像 只有影像 如果你把它當作 石有想 這不是有智慧的人 不會 無智的人 才會把影像當真 那有智慧的人 不會生 維繫近界祥 所以我們在 緣起這個道理 有什麼作用 這個就是 我們光這個 一招辦事 就可以闖江湖 因為一切不離開緣起 所以如何把這個 緣起道理透 透再透 這個所以 這樣的緣起見 是重要的一個 打開一切執著的 的鑰匙 所以當你這個 緣起見 如果很親近的時候 我們不要講說 你會在不同境界當中 你會打開 比如說我之前講的 你破了色受想 你行 怎麼破 他八萬大劫 他看不出來 理由在哪裡 他的那種 緣起之間不夠息 他應該在 一個隱微流竄的 行運當中 看到他什麼 相依而生的道理 他應該在 如果他有這種觀念 他就不會在 一個境界當中 讀取一個 可有一法可助的 一界法空 但他就是因為這種之間 沒有在 當除很多東西之後 留下一份親近 他竟然把這個親近 當可助的法 就這個問題 好 你看藏衣 聖者余諸法 自見如影像 有沒有見影像 有沒有見影像 這都是重要觀念 因為你們 有時候我們這樣帶過去 但我們為什麼在這裡面強調 因為我不是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講 有沒有我像 很多人就沒有 有 總之沒有我像 只是像影像 所以很多人 這句話是不是就是 他有沒有自見如影像 有沒有自見如影像 有 他不是自見空空什麼都沒有 他是如影像 如夢幻泡影如露意無點 他又不是斷面 他不是笨說 他不是笨 他是知道的 所以如果了解這個道理 像我們很多人在修波日的時候 產生斷面間 一切只有空 誰跟你講這種空法 是不是 以筆色等近 不堕是泥中 以筆色等近 有沒有色等近 有 只是不堕 這個有是什麼有法 如夢幻有 如幻有 所以為師父是講說 依他其是如幻有 那雲生死是聖意有 聖意有 為什麼聖意有 他為什麼強調有 他為什麼不講無 因為他怕你斷面 我講有的時候你會執著 他講聖意 聖意的意思就是無我無法 所以為師他講了有 其實就在對峙斷面空的人 但他一旦講有 是不是又掉入對世間的執著 所以他講叫聖意有 聖意有就人無我 法無我的有 那你說是什麼有法 所以為師也是照顧得很周全的 是我們經常不懂把它解錯 你看 章二 諸法如影像 智者知其意 眼雖見污泥 不為污泥難 有沒有意思 有 老實講這個道理都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們要講說雖見污泥 有沒有說不見不見 沒有 那就笨 沒有 那就笨 他能見 所以跟前面講的與比色等近 有沒有 然後不堕視你中 不為污泥難 是不是 那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如夢幻泡影 所以我那一套很有用 有沒有夢 有有 真不真實 假 為什麼假 因為就夢 他有也這樣有 你說的那個有沒有 有沒有色 有有有 色真不真 沒有沒有 這個你看 我們看那個嫩眼睛 我在這裡唸給大家聽 如言不知 如來 如來 藏中 你不知道什麼 如來藏中 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清淨本然 周辨法界 隨眾生心 應所之量 尋夜發現 好用的很 什麼信色真空 真正的 真實的色 其實是 空 信空 會顯現在一切緣起當中 空意顯現在緣起當中 所以 本 清淨本然 那因為有人解釋 它當作一個主體 不是 是一切 本來極盡自信內盤來說 清淨本然 不是另有一個 叫做一個 那個體 不是這樣的 從來 它說 周辨法界 這一種 一切 性向空極 不是法界 法的界限 對不對 那一切法是怎麼樣 緣起對不對 只要緣起是不是 性向空極 是啊 所以周辨法界 一切法 法界就是一切法 那一切法是不是緣起 是 所以一切法是不是都是 性向空極 所以這一份 如來這樣 的清淨 是不是變一切法 是 那我們只是把它解錯 所以有的人家講 常 這個 什麼 這個真常 水跟 它這個真常也 就是空意而已 所以就把它講成有點像外道去 它才不是 它才不是 然後 隨眾生心 應所之量 很有意思 所以每個人 我們現在是 這個色是什麼色 人 欲界 那天的呢 色界的色 更清淨 無色界的 這個色不顯 為什麼 因為它 隨眾生心 應所之量 隨你的 尋 尋著你的葉 而發現出來 展現出來 所以 我們要講說 我們現在 長這個樣子 其實都剛好的 尋你的葉發現了 所以要是你之前 小時候有罵你 父母說 你怎麼把我生成這樣 你回去要跟他道歉 其實不是你們的問題 我尋夜發現 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你爸生得剛剛好 對不對 就是 該幾斤幾兩 該如何生滅 長得怎麼樣 都剛好 尋夜發現 世間無知 或為因緣及自然性 世間無知就是說 它是什麼因緣成就的 認為實有因緣 要嘛叫做 天性本然 余知無知 它是什麼 行月發現的 都是怎麼樣 皆是世心分別嫉妒 所以這個道理 是不是跟無量益經一樣 是不是 虛妄痕跡 自己弄出來的 好 但有言說 都無實意 你看這計畫 是不是就會跟中論談 就是說 什麼 只有假明 通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的 如來這樣把它扁到那裡 它一直醉過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巧的接引 你中論波人 你聽完不一定懂 你讀嫩言經 比較容易懂 為什麼它具體啊 可是它導到最要不是說 皆是世心分別嫉妒 但有言說 就是什麼 就假明安利 都無實意 一樣的道理吧 一樣啊 很有意思啊 就是在說這一段 來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段懂 再來解這一段 那不是很好懂 一樣啊 你看 我們看那個范倫 偉大之事以會言 了見事物如導印 就像影子 是者不會呈現於 名為對勁之泥中 就是說 就是說它不會墮入什麼 能所啦 有能有所 有所有能 就對象嘛 就是說不會墮入到 這個的確是實質的進 可以被我所取 是不是 所以它能看到這種事物啊 如導印啊 就是有這個影像 沒有實質 它本質是一種投射而已 所以它不會成立到 實有 比如我們看到鏡子 那不過是我們的投影 它不會認為鏡子當中有實有法 不會有這樣的執著 那尤其是 我一次到最後就這樣 就是我們可能 還會變現很多道理 變現很多東西 然後自己又保持另外一隻眼在看 嘿嘿 我真的有點神病病耶 連這也會想東想西 就會這樣看 就是說你止不住那種妄想 但你背後開始有另外一隻眼在看自己的妄想 我不是講說我去那個環球影城啊 我明明知道是假的 但看它飛來飛去 其實沒飛來飛去 手自動就會抓緊 然後再往下看 其實也沒動 就有一種東西說 你知道是假 所以 但你還是緊張 但說緊張 你卻不會跳下來 因為你知道是假 好 就像我們不是看鬼片 好緊張 但也沒跑開啊 因為花了錢 不看完可惜啊 對不對 同時很緊張 可是孩子帶著 可見你還有一點理性在裡頭 是吧 吃飽沒事幹 去嚇一下 流個汗這樣 可是你說嚇他也嚇 你說他真的迷失 沒有他並沒有跑開 那他還下一站是什麼 好緊張 還要找下一站 看他飛來飛去那個哈利佛的 然後下一站看恐龍 哇 還會吐水的 那個恐龍跑出來 也知道 邊緊張邊好好的玩 這樣 好無聊你看 那不過至少還知道 那像我們呢 完全不知道 就瞎忙 緊張啊 愛恨情仇 那我們現在知道 知道緊張 可是比較不會掉入這種境 所以修行到最後 想要一口氣沒進不可能 但你會發覺 越來越有點什麼 有一種 在這種染物當中 有一種自己啊 嗯 就像那個 眾人皆醉 唯我獨行 但那個 不是那個趨炎嗎 但眾人皆醉 唯我獨行 但雖然我獨行 但我還是要吃粽子 當然那個是我們好意啦 那趨炎也不一定吃到粽子 像我們眾人皆醉 是吧 對不對 屈原 因為跳蜜螺江 我們現在 東午節快到了 東午節過來沒 現在搞不清 我們現在等人家丟粽子 我的意思其實 一個人修行當中 有一種 慢慢有一種 操然之感 雖然一時脫離不了 但背後那個 智慧靈敏的心也慢慢展現 也知道自己跳蜜脫不了 意思沒有 但卻也有慢慢脫離束蜜的 那個味道 應該要有這種味道 不然就是修得很沉重 好不容易修行到最後 還茫茫然不知去哪裡 好苦喔 不如去玩好了 比較不會兩頭空 開玩笑了 好 那我們早上就到此 好不好 來